我是千冠,带你还原一个纯粹的西藏 很多小伙伴对来西藏住宿感觉到特别迷茫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要住帐篷啊 哦哦 来吧,和大家说下选择什么类型的酒店相对会好点呢 首先,建议选择配有制氧机的酒店 因为来西藏高反始终是大家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 毕竟再怎么样,我们都不会想一到拉萨 就去梳上一瓶想你的夜吧 哈哈,所以选择配有制氧机的酒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第二,因为西藏地处高原,气候非常干燥 到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出现嘴唇干裂,流鼻血等症状 所以能选择的话,入住带有加湿器的房间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如果没有,那我建议你们放一盆水在房间里可能会更好一点哦 第三,在拉萨,早晚温差特别大 尽量去选择有空调或带地暖的酒店 因为在西藏,如果感冒了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 更何况,在这几年疫情期间 发烧都是一件让我们心惊胆战的事情啊 看到这里,你是否会觉得 如果具备以上几点条件的酒店,会不会很贵?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几家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 仅供参考 当然,也是本人亲身体验过的 首先是闽山圣瑞斯酒店,迷散式供养 设有中西餐厅和多样化的会议场地 地处拉萨河畔,离布达拉宫直线距离才2.5公里 餐厅还可以看到布达拉宫哦 2.河美半山葬式酒店,观景房还可以俯瞰半个拉萨城 酒店干净整洁,楼内还设有咖啡吧,可休息小气 酒店大堂里的巨大堂卡,还原了当年文成公主进葬的故事 可以去看看 3.云集若曦,以布达拉宫隔阂相望 依山傍水,可欣赏拉萨的夜景 地暖,加湿器,制氧机,一硬俱全,性价比之选啊 4.扎实颇章,藏文化主题酒店 酒店将古代和现代藏民族特有的文化 通过文字、藏式家具、服饰、饮食、装修风格等 充分人笼合的展现 而且酒店离布达拉宫和大招式都很近 出行很是方便 结尾,推荐一家比较实惠的酒店叫菩提树像 麻雀虽小,但五藏俱全 配有单人间、标准间和星空房 位于文城公主剧场边上 但大多数的房间不带空调和制氧机 选她的理由啊,就因为便宜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你还在为西藏之里的住宿发愁吗 给我留言吧 如果你刚好有需要 而我刚好有 那么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咋试哩 sabいます 又 Não Auch thee 我也不太好 下雨之前 门 均